考古人员在灵帐后边 发现了一只已经腐朽的檀木箱 箱中装满了瓷器 初看起来 这些瓷器不过是晚叠以来的生活用具 但仔细端详 发现这些瓷器的颜色非同一般 《物章碑》里记载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这三个字 瓷 密色 瓷 密色实际上就是密色瓷 中国唐代一些著名文人 曾用华美的诗词描写密色瓷 他们形容这种瓷器 就像薄冰拖着青云 嫩合盛着露水 但由于烧纸工艺早已失传 现代人从未见过真正的密色瓷 这种瓷器成了千古之谜 为什么叫密色瓷呢 这个说法也不一意义 过去五代时过春秋呢 他的解释就是说 那时候主要是密色好像是这个颜色 主要是叫宫廷使用 密而不宣 但是咱们现在考证了它不是这样 为什么叫密色 主要是南方有一种草 密草也叫碧草 这种草 这个瓷器就是仿造它的这么样一个颜色 它是以青绿色 所以这个颜色也叫前锋脆色 就是像这个山峰 山峰里的那个脆 非常脆绿的这样一个颜色 颜色给人的感觉非常清新 但非常典雅 中国人烧制陶瓷的历史已有几千年 在唐代 陶瓷的烧制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不仅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唐三彩 而且有了晶莹润泽的青瓷 而密色瓷就是青瓷中的顶级之作 密色瓷的烧制工艺非常复杂 每一件成词都是真品 在当时比金银还贵重 只能作为贡品献给皇室 法门寺帝宫出土的这些密色瓷器 不仅揭开了千古之谜 也让今天的人们有幸看到 当年只有皇帝才可享用的瓷包 相比之下 古代中国人并不擅长制作玻璃 但在法门寺地宫中室 考古人员意外地发现了二十件玻璃制品 在煤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前 玻璃制品几乎可以与珠宝钻石等价 而在当时只有许多伊斯兰国家 才掌握精湛的玻璃烧制工艺 因此考古专家相信 这些玻璃制品来自异域 这种玻璃器上的纹饰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客纹玻璃在伊斯兰早期十分流行 但像这样完好无损保存下来的整件器皿 却极为罕见 这个玻璃盘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发现最早的伊斯兰右踩玻璃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 西安在那时被称作长安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仪式 迎接远方的来客 从这幅唐代壁画中就可以看到 当时朝廷给外国人很高的礼遇 世界各地的商人 学者 史杰 汇聚长安城 他们带来了异域的文化 也传播了大唐的文明 地宫中的发现不断让人们沉浸在兴奋中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这套标有五个字样的茶具 五个是唐代第十八位皇帝唐喜宗的乳名 把乳名刻在茶具上 足见这位皇帝对茶具的真爱 这个从像这七五边缘的明文 记载来看的话 是当时唐喜宗皇帝自己用 他就供给了这个世家设定 所以这都是生活用品 唐代盛行茶文化 但当时人们不是饮茶 而是吃茶 先用特制的茶粘把茶叶研磨成粉 用茶螺过细 再用水打搅成糊状 畅合香料 放到茶炉上煮 然后倒入蜜色瓷或玻璃杯盏中品尝 这个过程就是显为人质的唐代皇室茶道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 法门寺帝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具 茶在这里又有什么含义呢 据寺中的僧人介绍 自古以来 大德高僧 本人雅士 乃至公侯帝王们 都把喝茶与领悟佛法 追求清净高远的境界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佛教中 茶是供奉佛祖的圣洁之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宫中的一切 似乎都与佛祖有关 与密瑟慈 琉璃器 和这些智茶的器具在一起的 还有这尊通体挂满 珍珠阴落的流金菩萨 他被小心地放在一个箱子里 菩萨高耸的发迹 富丽的头冠 显得无上尊贵 他手捧象征纯洁的荷叶 荷叶上拖着刻有 祈愿文字的银匾 在名文中 他被称为捧真身菩萨 难道他真的捧过 那个神奇而又神秘的佛祖真身 地宫内的挖掘已接近尾声 只剩下前世的阿玉王塔 中世的汉白玉灵杖 和后世的一个 用丝绸包着的大包裹没有打开 考古人员开始小心地解开这个包裹 光彩夺目的宝寒露了出来 宝寒一层套着一层 最外面是檀香木的 已经朽烂 接下来是金 银 玉 珍珠 象牵的各种宝寒 一共套了八层 最里面是一座闪闪发光的 纯金四门小塔 我把那个宝珠顶的丹岩 四门纯金塔动了一下 我发现它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盖子揭开 揭开以后 就在那个塔座上面 有个银柱 银柱上面套了一个白色的一个管子 这下大家全都愣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脑子里面的反应 我就那个真身自闻塔上面 说是这个佛子设立是高一寸二分 这个上旗下着就上面是整齐的 底下是有弯曲的 上旗下着高下不等 二胶有门门并不彻 色白如玉少清 就它白颜色的玉 但是稍微发点清 然后是随斜方大中油引起 我一看完全和字文上说的一样 我就说不得了 我脑子设立发现 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 此时是1987年5月5日凌晨一点 在古老的东方历法上 恰好是佛诞生的时刻 那个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 在古籍中记载 在信徒心里膜拜的佛子舍离 真的在法门寺地宫出现了 然而人们激动过后仔细鉴定 发现这枚舍离是预制的 难道真身舍离并不存在 就在人们有些失望的离去前 一位年轻的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 一间清理空的地宫厚室 有一个角落有片松动的浮土 他们挖开土 一个密砍显露出来 密砍中有个不大的包裹 里面是一个秀极斑斑的铁函 如此普通的铁函 为什么要藏得这样隐秘呢 打开铁函 里面又是一层套一层 银函内是檀香木函 木函里有一只镶嵌着 硕大宝石的水晶棺果 最里面是洁白的小鱼冠 一枚佛纸 紧静地躺在鱼冠里 这枚骨质的舍离 毫无疑问 就是至高无上的佛祖 释迦牟尼真身之骨 接下来 人们从汉白玉灵杖和阿玉王塔中 又发现了两枚玉制的佛骨 尽管当时人们还弄不清地宫中 为什么会有一股三育四枚佛纸设立 但佛纸的发现 让人们激动万分 同时也震惊了整个佛教界 据史料记载 世界只有一枚 只有一枚植骨 就是咱们发布的这个植骨 所以它的出土不像其他舍离 其他舍离还有同类的舍离 还有若干处 你比如说佛牙就有两颗 北京丁光寺有一颗 斯里兰卡有一颗 其他的就是结晶体的那种舍离 在咱们国家陆陆续续都有发现 但植骨是世界唯一的 再次是人的舍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深屋的物水 更有限 游舍离 在其他舍离 下游舍离 更有三个 将游舍离 在这些 前面 咱们 杜 我 这节目 他 他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甚至语言 佛教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法面 它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走程部分 如果说你排斥佛教 那你说话你都不周全 好多你什么心情相应 打成一片 一针见血 都是佛教的话成语 佛教的教义 对自己的圣武同样实用 经历过多次皇家迎送的佛职舍利 曾经险些被皇家下令毁灭 小小的一根植骨 又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风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公元632年命令开启法门寺地宫 让人们礼拜佛旨 祈祷佛祖保佑平安 这个先例开创了唐代狂热的迎送佛旨活动 法门寺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和规格最高的佛教寺院之一 据实书记载 当年法门寺拥有24个院落 数以千计的僧人在这里修行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文物中 有包括女皇武则天在内的数位皇帝的衣物 用具甚至头发 特别是这些刻着奉为皇帝尽造文字的奇珍异报 都证明了唐朝皇帝迎送佛旨的事实 事实上 在唐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 先后有六位皇帝迎奉过佛旨 每一次开启法门寺地宫 都会引起人们理性的晕眩和情感的痴狂 不仅皇帝寄进天下的奢华 清奉心爱的珍宝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也出动贵营 施舍财物不惜倾家荡产 然而唐代帝十五位皇帝唐武宗 却不喜欢佛教 他上台后 本部法令 抑制佛教 并要毁灭佛谷 公元841年的845年 连续进行了五年的灭佛运动 法蒙寺当时受破坏最重 这个石碑上记载 就是寄宫有个石碑 记载就是要把舍利 要叫到五宗的当面 要当剑碾碎 在这个时候 法蒙寺的火山莫照生命危险 把舍利保留下来 给搞了一个复制的 把皇祭搪塞过去了 法门四地宫中的四枚佛纸设立 与这一说法吻合起来 一枚真身佛纸是灵骨 三枚玉制佛纸是银骨 银骨既是保护真身的复制品 又是真身的影像 就像有人把它们比作 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影子一样 能分虚实 但不分真假 尽管唐武宗灭佛运动 很快就在皇权的转移中停止了 但此时的唐王朝 已经开始从盛世走向衰落 唐代第十七位皇帝唐仪宗 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即将 清他的大唐王朝 于公元873年 最后一次从法门寺地宫中 请出佛谷 迎到长安的皇宫中供奉 但礼活议事还没有结束 这位皇帝就突然去世了 继位的皇帝只有十二岁 也就是那个辱名叫武哥的唐喜宗 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归宋佛谷回法门寺 公元874年的一天 在响彻云霄的诵经声中 人们哭泣着向地宫抛洒的钱币 随着巨大的铁锁 把最后一道石门锁上 唐代持续242年的迎奉佛谷活动 连同敬献佛祖的珍宝和佛旨设立本身 被永久地封闭在了地宫 直至1113年后 考古人员重新开启地宫 他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封闭时的样子 那是千年不遇的让你遇上了 而且你是和皇家的行为接了鬼了 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皇帝迎出去 一个皇帝送进来 然后我现在主持是 这等于历史上 在空间上 时空上都接了鬼 尽管这个王朝在地宫封闭三十多年后 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但它毕竟是一个 充满梦幻般浪漫色彩的王朝 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 都为之骄傲的王朝 那个王朝留下了无比辉煌的文明 也留下了惊世骇俗的宝物 其中就有那枚 由多位皇帝亲自迎奉膜拜的佛之骨 在地宫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的佛之舍利 重新面世后 引起佛教徒的极度兴奋 2002年春天 真身佛之舍利被引请到台湾 接受台湾佛教节和信中的供奉詹养 千年等待 等的是姻缘 也许如此隆重的仪式 如此虔诚的朝拜 注定要在今天出现 寺庙的生活依然如故 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僧人们一如既往地 在陈中木谷中诵经 在淡泊而严肃的戒律中礼佛 佛的世界充满玄机 当法门寺地宫中的珍宝 终于被转移到精心修建的博物馆展厅时 人们却发现 还有更多的谜团没有破解 用大理石器的地宫 为什么全部涂成了神秘的黑色 为什么法器上凡有空隙的地方 都刻着各种菩萨像 为什么这些菩萨像 跟一般佛教寺庙中的不一样 所有珍宝的摆放 似乎是有秩序的 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 又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它有秩序 但是是什么内涵 我们当时说不清楚 自能归结为是 这里有一个记忆下 绝无仅有的礼佛证用 就像所有的宗教 都有不同派别一样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 也产生了许多派别 密宗就是其中之一 充满神秘色彩的密宗 有着神秘的教义 神秘的遗规和神秘的传承 藏族人信奉的喇嘛教 是密宗的一支 而唐代风靡黄教的 人家的唐密是密宗的另一支 今天 藏密仍有着众多的信徒 而唐密却除了传播到 日本韩国一两之外 在中国内地 已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一种文化突然断层 这是人类社会的遗憾 然而法门寺地宫考古的继续 确实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唐密 重新被人们发现 这些神异的菩萨像 按照某种秩序排列 在繁语中 这种奇妙的形式叫做曼陀罗 简单地说 曼陀罗就是凝结佛教精华的坛场 法门寺地宫 唐密曼陀罗 凝结了最尊贵的佛职设立 最珍惜的公养法器 最高规格的一埋之所 还有众多最高等级的菩萨像 用佛教的话说 就是汇聚精华 辐射光芒 到唐密这个寂宫里面来 不是简单的烧香可套 每一个佛皇 每一个菩萨都代表一种智慧 按照密教的意愿 就是由于一般的智慧 寂静的佛的智慧 把我们的认识 变成佛的智慧以后 就成佛 它是真的 宗教是人类 对宇宙万物的另一种认识 佛教密宗 有着博大精深的毅力 有着严密完整的 对世界的解释 今天 专家们仍在工作 仍在发现新的秘密 然而 要完全破解 法门寺地宫中的秘密 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深的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